大家好,我是托尼兔兔基 在最新的《暗黑4》公开访谈中 《暗黑4》又放出了一些新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今天凌晨2点 《暗黑4》团队是自己搞了一本访谈 这也是在宣布预告之后的首次公开访谈 参加访谈的这三位 右边这位是《暗黑4》现任的游戏总监 前阵IG的访谈里边也有他 说实话,这老哥的画饼技术 他就不如左边的这位副总监 但是基本上他说的都是干货 讲的非常清楚 左边这位就是副总监 我想称他为饼哥 那画饼技术简直了 就是那种说了一大堆 就等于什么都没说的那种 然后中间的这位是游戏社区的负责人 兼主持人 整个的访谈时间是聊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下面我给大家汇总分享一下 他们都聊了些啥 以上就聊到了预购的三个版本 其中的豪华版还有终极版 我们会获得到什么 与其他游戏的联动道具 还有《暗黑4》游戏内的道具 不过我还是没有看到豪华版 还有终极版里面包含的马 还有皮肤 以及战网通信证里边的奖励 具体都是什么 虽然得到了这张更大的图 但是我真正想看的是在游戏里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就是关于预购获得的抢先四天体验 这个话题我其实在上期视频里边 已经委婉的跟大家说了一下 在这次的访谈里边 他又提到了 游戏内有排行榜 仅此而已 你不会因为比别人晚近四天游戏而有任何损失 因为他这个赛季会在后面才开放 这个部分呢 千万不要往一些非常卷的这个网游里边去套 《暗黑4》里边没有那么多的竞争 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去玩 所以呢 抢先四天体验 它真的就是字面的意思 一开始大家要做的呢 就是体验剧情 了解游戏 了解你的这个职业 还有探索游戏世界 关于这部分呢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游戏中的内容 可以关注我查看我发布的上一支视频 比较完整的介绍了这个游戏的内容 以及预购的建议 第三个呢 是暂网通信证 也就是这个G卡的售价 吞到了 盒子就是60多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 就稍微有点尬啊 这个除了左边的这位老哥以外啊 另外两位都非常的紧张 这个整个氛围就跟直播带货一样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最新的这个商品 实体收藏盒 里面包含那个怪物的概念设计照片 还有这个泰瑞尔和莉莉丝的这个照片 还有世界地图的一个画布啊 这个我比较喜欢 然后还有概念设计的这个插图书 还有蜡烛的手办 这个售价呢 是100美元 然后我们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地图画布啊 这个部分我稍微说一下 这应该是官方首次公布暗黑4的这个游戏世界地图 这个地图的尺寸是多大呢 魔术世界里边这个卡利姆多大陆 整块大陆到三分之二啊 那么大 如果你骑马横穿的话要跑好久好久 但是地图上呢 有很多的这个传宠站 然后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呢 左下角有一个马 一扫你就能进到他这个商场页面去购买 我不确定这玩意能不能漏啊 所以说我就给他挡上了 在商场里面呢 我还看到一个这个莉莉丝的手办啊 600美元 其实我觉得这个周边商品的定价啊 相比游戏的定价还要稍微合理一些 说实话 我对这个周边商品这个购买欲望啊 要高于游戏本身啊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怎么看啊 咱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一起交流一下 这个600刀的莉莉丝啊 就是桌子上摆的这个 但是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有点歪了 不知道他是摆放的问题啊 还是还是别的 然后呢 他们又吹了一波这个西记啊 说做的很棒啊 这个确实 这里咱们说个题外话 如果你打开一些影视评分网站 会发现2019年评分比较高的动画里边 就有暴雪的游戏西记啊 而且还不是一个 但是西记啊 咱们免费就能看 咱们花钱买的不是这个西记 而是游戏我也看到很多网友调侃说 这个暴雪干脆就干脆别做游戏了 做电影吧 可能更有发展啊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第五个呢 聊到了一个这个新系统 力量法典 扩户 这个是积翻 扩户不了 这个新的两个字啊 要加个引号 因为这个系统啊 只是在之前的这个 季度报告中没有出现 在之前的封闭测试中呢 已经见到了 用一句话形容呢 就是一个基础的 传奇辞罪收藏库 获取的方式呢 是通关职业限定的地下城 目的呢 就是方便玩家去获取基础的 那个传奇辞罪 但是这玩意呢 它这个变量啊 要低于装备 获得的那个传奇辞罪 所以说你要去追求 更好的这个属性的话 还是要去亲自的刷才行 然后接下来呢 是问答环节啊 主持人呢 一共是抛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暗黑寺 从其他暗黑破坏神游戏中 学习应用了哪些东西 游戏总监回答 我们一直在关心玩家 真正想要的 我们很重视暗黑一 建立起的哥特式恐怖的基调 我们想在暗黑四中 发扬光大 并重新夺回它 这个重新夺回 这个词用的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他又提到 还会想到暗黑三战斗的流畅性 总的来说呢 就是吸取了一些前作 玩家喜爱的部分 第二个问题呢 是战斗通行证 如何运作 以及持续多久 这里又提到这个战斗通行证了 看来暴雪对这部分非常重视啊 你懂的 吞刀了 战斗通行证呢 持续三个月 秉哥说呢 你完成战斗通行证的时间啊 就是这个获取里边 所有奖励的这个时间啊 大约需要75小时 例如打怪啊 还有这个下地压城等等 所以对于前多时间少的玩家呢 你完全不用担心 时间不够完不成的这个问题啊 你看看人家多贴心 对于这个通行证里边 包含的内容呢 这里又重申了 不是pay to win 但是里面具体包含啥 没有提 其实我最关心的 就是里边这些装饰品 都长什么样 是职业皮肤 还是做齐皮肤 还是技能特效 职业皮肤好不好看 技能特效帅不帅 目前来说呢 它就是个盲盒 第三个问题呢 是第一赛季 什么时候开始 大约几周后开始 这个问题呢 在之前这个访谈中啊 他们其实提到过 当初说是 会在发布后的 三个月开始第一赛季 这样呢 就是玩家就可以专心的 去体验剧情 和探索游戏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让游戏啊 趋于稳定 然后再开始比赛 这部分呢 应该跟之前这个暗黑二重置版一样 但是肯定不会像暗黑二重置版那样 拖那么久 才开始第一赛季 第四个问题呢 是如果我在多平台游玩 需要为每个平台购买游戏吗 需要单独购买 然后这个游戏进度呢 会通过暴雪赞网同步 暗黑四登录的这个平台呢 是NS独补赞 然后PC或者是主机 都有各自的这个独特的用户体验 如果说你是一个多平台用户的话 你每个平台都需要单独购买一份 那如果你是说在多个平台之间进行抉择的话 我建议呢 是优先选择PC 第五个问题呢 是一些熟悉的暗黑物品将回归暗黑四吗 秉格呢 提到了风之力 还有法权 除了他提到的呢 还有军帽 安拉利尔的面容等等啊 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啊 都会在暗黑四里边出现 这些呢 都是独特物品啊 也就是大家熟称的暗金 要比传奇装备更强 当然呢 也更加稀有 最后一部分呢 是快速问答 但是这些内容啊 都基本都是偏于主观的问题 例如说 你们最喜欢的职业是哪个 总监呢 就说是侠盗 秉格呢 就说是野蛮人 然后主持人呢 说他是这个德鲁伊的粉丝 我只能说 主持人你真的非常有眼光 因为我最喜欢职业啊 也是游侠 其实说到这儿 我就很好奇啊 大家最喜欢的职业是哪个 不妨一起来聊一聊 那这次将近一个小时的访谈内容呢 大致就是这些了 对于我自己来说啊 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劲爆的内容啊 因为我目前对这游戏啊 已经是比较了解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能趁着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所知道的信息 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这些 让大家对这款 目前只是开放了预购的这个游戏啊 有更多的了解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 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和关注我哟 你的支持对我非常的重要 我是Tony兔兔基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